这就得说一说 这位名叫纠浅 却被错写成勾剑的岳王了 岳王勾剑 那可是鼎鼎大名啊 第一代岳王允长去世之后 这儿子勾剑继位 成了新一任岳王 可是这新一任岳王刚刚继位 这邻国的吴王和吕啊 就带着大军 趁岳国国丧之际发动了进攻 两国爆发了一场惨烈的大战 从战争的性质上看 吴国是一场侵略战争 而越国是保家卫国 所以虽然这个吴王和吕心心满满 可是却打了败仗 不但战场失败 而且伤势严重 再加上吴王和吕年事已高啊 回到国家之后不久就咽气了 按理说这叫没事找事 咎由自取 可是这吴王和吕啊 临死前对儿子说 不要忘了为我报仇啊 夫差继位当了吴王 当了吴王之后啊 他为了不忘杀父之仇 就得身边人嘱咐啊 你得及时提醒王 怎么提醒呢 就告诉卫兵 只要见我出现 就提醒我 每当吴王一出现 这士兵们就齐声高喊 夫差 你忘了杀父之仇吗 这夫差一听这话 顿时泪流满面 大哭边哭边说 不敢忘啊 可是这报杀父之仇 总不能光挂在嘴上呀 总得复制行动啊 所以这夫差啊 就命令大臣吴子叙 和薄匹训练士兵 终于觉得条件成熟了 夫差亲率吴国大军 对越国发动了进攻 面对气势汹汹 来报杀父之仇的吴国大军 这越国的大夫范里啊 就劝越王勾剑 咱得暂避锋芒 不要出城决战 就死守城池 可是这勾剑呢 不听范里的劝 他很骄狂 因为他曾经打败过 夫差的父亲和吕 所以带着越国大军 就迎战吴国大军 吴越两国 爆发了一场惨烈的会战之后 这越国被打败了 这勾剑带着五千多残兵败将 逃到了会计山 这吴军就把会计山团团包围了 面对这种困境 这勾剑就得范里说 我真后悔啊 没听您的这个正确的建议 现在落到如此地步 你说怎么办才好呢 范里叹了口气说 那就只能找吴王求和了 所以这勾剑呢 就派大臣文仲到吴国大营 面见夫差 表达这个越王勾剑求和的愿望 并且转达了越王的承诺 说吴王如果答应求和的要求 我夫妻二人情愿给大王当奴婢 这夫差一听高兴了 就想接受这个求和的要求 可是旁边这个大臣吴子叙坚决反对 没办法 只好拒绝了越王的求和 这文仲回到越国大营啊 君臣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怎么着 这文仲啊打听到 这夫差手下那个大臣薄皮啊 非常的贪财好色 于是就准备了很多金银财宝 带了很多美女就行贿这个薄皮 就请他在夫差面前说好话 接受越王的求和 这薄皮呢拿了越国的贿赂 当然就得为越国说好话了 他就劝夫差接受越王的求和 这夫差啊不顾大臣吴子叙的反对 接受了越王的求和 但是告诉文仲说 你这越王啊 要得兑现承诺 给我当奴婢 这越王勾建没办法啊 就把国事交给大臣文仲 带着夫人和这个大夫范李 来到了吴国 这吴王夫差啊 把这勾建夫妇呢 安排在他父亲合履墓旁 一个小尸屋里 让这夫妻二人 每天对着这坟呢 忏悔 让勾建给他当马夫 让勾建的妻子给他当婢女 让范李给他当仆人 这君臣三人啊 在吴国过了极其屈辱的三年了 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 这夫差啊 不顾大臣吴子叙的反对 将这君臣三人放回了越国 这就叫放虎归山 岳王勾建回到越国之后 发誓要报仇学耻 为了学会计之耻 他就做了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 其中有一件重要的工作 就是打造最锋利的武器 在那个时代 这种武器就是宝剑 其实啊 打造最锋利武器的工作 早在第一代越王允长的时候 就已经着手了 据史料记载 欧野子呢 是一位著名的工匠 他特别擅长驻建 他接受了越王允长的这个委托之后呢 就来到了浙江福建一带的 这个明山大川呢 在考察哪儿最适合驻建 经过一段考察呢 他来到了湛庐山 位置在现在福建的松西县一带 他看这山呢 林木茂密 矿产丰富 泉水清廉 特别适合驻建 翠建 于是呢 就在湛庐山 达茅舍 开始驻建了 这欧野子掌握当时最先进的驻建技术 就是一种青铜键 就是锡和铜的合金 这种剑特别锋利 经过几年的这个努力啊 终于啊 铸造出五饼这个青铜键 这五饼键呢 非常锋利 尤其是第一饼键 战炉 号称天下第一剑 据说此剑呢 削铁如泥 迎风断发 天下无可匹敌啊 之后呢 岳王接到这五饼剑 如获至宝 非常高兴 那么人们就问了 在望山一号储慕中出土的这柄岳王剑 是不是当年欧野子铸造这五柄剑之一呢 根据专家研究和考证 这把岳王剑呢 于史料中记载的天下第一剑 非常的神似 也就是说 这柄宝剑 很有可能就是欧野子所作 也就是说 传说中欧野子主剑这故事 并不是空穴来风 的确 出土的这柄岳王勾剑剑 是当时天下第一剑 比如 在当时这个考古现场 有一位工作人员心情急切的 要看个究竟 抢上前去 不小心 被这个剑锋划破了胳膊 划出一道口 顿时鲜血直流 大家感到惊叹 埋在土里两千多年的宝剑 真有这么风力吗 于是有人拿出一打纸来 扑在桌上 用剑试一下剑锋的风力程度 结果剑锋划过 这打纸顿时变成两打 人们不禁感到惊叹了 两千多年前 这五人真的能够打造出 如此锋利的剑吗 所以引起了 这个冶金专家和金属专家的 这个兴趣和重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